可能性是0% 根本沒有這個事兒 那個馬力蘭大學跟美國的別的高校一樣 是非常珍惜跟中國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學術交流 也是很歡迎中國的本科生 還有他們的研究生等等 可是他們不會為了這些 而違背他們最深深根深蒂固的一些原則 就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所以我覺得就是發表這個看法的 那個馬大的畢業生 不太懂美國或者西方的大學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要做你的研究 要教書都是以自由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我看有一個問題就是 多數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 他們就是離課 他們學習是物理 是數學等等 所以他們在美國的高校裡面 過什麼4年 6年 他們主要是跟別的中國的學科技的一些學生 混在一起 根本不接觸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等等 可是這個楊樹平不要忘記 他是學習美國的戲劇 他是演戲的 也是學習心理學的 所以他在美國他是挺透露的 有更多的美國朋友 而不只是來做他的研究 拿他的文憑 教他的工作的 你學習的學校 有了是啊 教課